台湾最前線 今天廉價第二天 我们来看到侯友宜跟党主席朱立伦 在桃园合体拜庙拼选战了 没法到啊 因为最近侯友宜的这个名道真的很差 敬陪莫作 党内还传出说干脆把侯友宜也换掉 对此今天朱立伦站出来的说 请大家不要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不过来看到这一次公围习村侯友宜说了 说祖先都是唐山过黑水沟来的 大家都一样两岸一家人 下午要拜访的是眷村 很明显现在国民党的策略是要顾基本盘 也是因为呢 郭台铭这几天嘻嘎啪啪噪 跟台湾各个地方的议长将食指紧扣 叫行好的不得了 屏东云林南投苗栗 前天到南投的时候 昨天到苗栗 还跟这个中东锦一三家妈祖绕境 所以立委陈玉珍说了 如果到时候侯友宜的民调低于15% 他的房砖条款 党内一定要整合 这个选举到后来 有没有可能很多人就说了 变成郭台铭当主帅 侯友宜当副首 甚至把侯友宜整个换掉呢 国民党要的到底是郭柯配吗 郭柯配吗 另外日前除了这个沈富雄跟蔡正元说 侯友宜太笨不会选举之外呢 邱也预测了说 郭台铭应该百分之八十一定会选 到时候侯友宜的民调一定会跌破百分之十五 他一定就是会输 连自家人都看输 国民党怎么选下去呢 另外来看到 国民党现在顾基本盘 还先说小鸡必须挺母鸡 要选立委的人一定都来跟侯友宜合照 而且到时候要po的是 跟侯友宜合照的照片 这么做真的能够救侯友宜的选情吗 另外萨卡都的选战当中 赖金德持续领先 他说补助私立大学学生 两万五千块的学费 侯友宜说制造大撒币 柯文哲说这是政策买票 到底谁的论述 民众会有感 今天多位来宾 右手边跟各位介绍 是资政媒体的汪洁明 大家好 欢迎于梅梅 大家好 欢迎周一寇寇姐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发言人萧敬妍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政治评论员 欢迎李正浩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 王瑞德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朱立伦跟侯友宜合体 支持者促勇欢呼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廉价拼选战 和党主席朱立伦合体到桃园拜庙 至此时狂打两岸牌 两岸之间 大家像一家人赶快 公韩两岸上一家人 似乎想稳住升蓝基本盘 因为最近几份民调声线老三魔咒 党内由立委抛房针条款 酝酿换猴 朱立伦赶紧护航 共同团结一致 千万不要长他人自弃 灭自己的威风 另一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动作平平 还拜会眸立县长周东景 前县长徐耀昌 被解读想独立参选 也有人乐见郭可佩 不必我们去做这样子的揣测 郭台铭董事长已经多次表达 一定团结支持侯友宜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要重任是7月2号中举办首场挺侯大会 也传出有邀请韩国瑜同台 韩国瑜是你朋友吗 你会不会争取他来跟你支持一下 韩国瑜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国民党团队的一份子 其实他常常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 请大家放心 从今天最新的进度来看到 是侯友宜跟朱立伦到了桃源拜庙 侯友宜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就是说两岸一家亲嘛 都是一家人 很明显要巩固的是山南的选票 他讲这句话 还有另外一个悬外之间 他说我跟郭台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 其实侯友宜心中很清楚 郭台铭这几天动作太多 已经挖他很多墙角 所以这一次他只好合体朱立伦 赶快拼一下蓝银的基本盘 但是问题是这样拼 他赢得了郭董最近的声势吗 不是 我现在对侯友宜的心态 我要用鼓励代替责骂 我要鼓励代替责骂 因为侯友宜真的太弱了 他可能真的不小心被挂掉 不小心挂掉的话 对于民进党来说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好对手 所以我现在不骂侯友宜 我正式宣示 第一个用鼓励代替责骂 第二件事实上确实比较有个样子 我们大家回头看这个画面 就现在看这个画面 你看旁边站朱立伦 另外一边站沾山镇 侯友宜站中间 然后讲什么 祖先都从黑水沟过来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很清楚 他们在稳这个盘 什么意思 侯友宜现在最大问题是 我们看所有民调 不管是战斗兰的民调 不管是T台的民调 不管是美利岛的民调 不管是关键报告的民调 侯友宜都面临到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连国民党的基本盘都都不容 赖清德大概都拿八成五以上 所有民进党支持的票 侯友宜大概都拿六成 然后柯文哲就拿两成 所以说柯文哲就把国民党盘 拿掉了五分之一强 所以对侯友宜来说 我现在当然要稳基本盘 所以你看 他现在讲出两岸都是一家人的时候 他对应到柯文哲什么东西 柯文哲服帽货货 对不对 柯文哲为什么说 我要支持服帽支持货货续谈 在挖莱茵的选票吗 那侯友宜现在已经 被柯文哲挖走20%的选票的时候 如果再挖25% 30% 那侯友宜就倒了 所以这一趟很清楚 在拜庙的过程中 说出都过黑水沟 两岸都是一家人 这个东西就是要挖莱茵的选票 对不对 你听到这个东西 对于原住民来说 谁跟你过黑水沟吗 他就从巴士海峡上来了 谁跟你一样 可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侯友宜要蓝营的选票 但是很清楚 第三件事情 现在国民党策略是什么 今天联合报一个独家 他做出VIP献月 他说朱绿伦 直接当面警告侯友宜 你搞清楚状况 我们蓝营是执政县市多的 你要善用蓝营执政县市 多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这次到了桃园 执政县市 最基本的嘛 你到桃园 张善政要出来嘛 你到台中 卢秀业要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你去苗栗 想办法把中东警闹出来嘛 你到基隆 谢国良要出来 就是朱立伦 耳提命面告诉侯友宜 说你不要搞错嘛 你一直陷在议长那边干嘛 我们的市长这么多 你要让我们执政县市长 站你旁边 所以今天这个东西 我坦白讲 我看这个局叫做示范赛 示范什么 朱立伦告诉侯友宜 我跟你讲啦 你们这些侯家军 不会打选战嘛 连端午节 立蛋都选早上九点 你跟我讲打什么选战 早上就对立蛋 他昨天早上九点啊 直播立蛋啊 他挑战我对于端午节的 这个底线嘛 中午立蛋嘛 你连立蛋时间都搞不清楚 那跳个假日的早上九点 请问谁早上九点看直播 不可能嘛 时间跳得不对 对啊 时间也不对嘛 习俗上时间不对 在新媒体操作时间不对 所以你看哦 朱立伦很清楚 他说我是总教练 你让我介入 让我介入之后 我就可以帮你侯友宜 稳住这个盘 朱立伦也紧张 因为如果侯友宜的 民调这么差的话 到时候连朱立伦都被换掉 连党首席的位置都不保 朱立伦的事情 我包藏祸心啊 就是他是把所有的力道 都好好去呵护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还起不来 怎么办 那没办法 那我只好换侯 我朱立伦自己上啊 哦 对不对 这不一定的啊 我哪有说就是 如果朱立伦都袖手旁观 然后侯友宜很烂的话 然后换侯 那朱立伦会被骂死嘛 可是朱立伦如果把老本都掏出来 真的奴隶 那你还是起不来 那你叫什么 你是阿斗嘛 你是烂泥嘛 你扶不上墙嘛 那我把你换掉 那就没有办法了哦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就是禁人事嘛 禁完人事之后 如果侯友宜还起不来 换侯才有所谓正当性嘛 所以我觉得整个国民党局 看起来是这样 就是说当然了 现在民进党声音传出来说 哎呦 柯文哲现在越打越强 是不是分一些力道去打柯文哲 我觉得不用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局势 看得蛮气 就是朱立伦已经强制介入国民党选战 目前张其强 就是侯友宜的大将 新美式的副秘书长 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 去当副秘书长 未来听说林涛 朱立伦大将 要去进办当发言人 他们就互相交换人质的概念 质质 以前的古代叫质质 交换人质 交换人质 讲好听叫水滷交龙 讲难听叫交换人质 但总而言之言而总 就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国民党党机器 是要跟侯友宜都在一起的 那如果党机器跟侯友宜都在一起 我认为侯友宜民党有机会回问 那如果机会回问 的话柯文哲就不会继续长大 那这个局就变成是 一大 一中 一小 一大是赖清德 一中是柯文哲 一小是侯友宜 还是小好悲哀 很难啦 现在侯友宜要变第二名 这是男上加男 所以我觉得 看起来 我认为侯友宜民调 我往下看 他有机会稳定 稳定 可是稳定在18% 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 连二都过不了 连二都过不了 这是321的格局嘛 赖清德30几 柯文哲20几 侯友宜10几 所以说我认为 国民党现在极端心目标 是先想办法让他变成一大两中的格局 刚正号说 党主席朱立伦会出手 要侯友宜专门拜访 是蓝营执政线的县市首长 是 这些首长跟侯友宜 也没关系啊 你以为朱立伦 真的会帮侯友宜这样安排吗 所以朱立伦要穿针影像 第一站到桃园 桃园比较有把握嘛 当时张善政是朱立伦推下来的嘛 那你看张善政见了 请问到了台中 卢秀院要不要见 会啦 得见嘛 因为第一 你不能 当然去基隆谢国阳见不见 见嘛 会 台北讲话案见不见 见嘛 其他的呢 对都得见 因为你第一炮已经打响了嘛 你最后 口语间最大问题是 每一炮都不响嘛 去哪里都哑蛋 所以说我认为朱立伦 其实你看他进入后 还是相对有张法 你说示范赛啦 示范赛嘛 示范赛 示范赛 那张善政说见你 卢秀院不见会被骂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评估 未来侯友宇的 会慢慢慢慢上轨道一些 那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说 也会稍微好一些 我刚讲这个 这一段也是示范赛 示范给靖言听 好的靖言 等一下就不用这个担心 会被骂 因为确实我评估觉得 真的有慢慢上轨道 可是只有从15变18才3% 那根本补不了太多啊 不要崩就好了啦 现在换住防线是15% 那现在说18% 如果掉到15%的话 甚至往十四十三 因为晚点我们还会聊到 郭台铭的动作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站在侯友宜的阵营就是 不要掉到15% 稳在18% 然后往二字头漫进 这是我们股票讲的叫做V型环转 他要在一个地方打底 到18% 到18%没有打底就叫做无量下跌 所以朱立伦现在帮我以为叫做打底 打在18% 不要无量下跌 不要无量下跌 先打底 打底往后再虚图往二字头走 我觉得是现在状况 不过正好想请问你 包括郭台铭的行程 就你这样看 因为郭台铭从昨天 他拜访是南投 何胜峰是关键人物 徐树花也来了 那昨天到了中东井 他还跟你看 前县长徐耀昌 还有这个议长李文斌 大家都会在这边瞄的这个地方 跟妈祖绕境 其实这两个动作 对于侯友宜来说 对于朱立伦来说 可是也不见得朱立伦要瞧 瞧得进去的 是没有错 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 党政上这么紧张关系 因为他们感觉到 郭台铭的刀已经拿出来了 枪已经拿出来了 要对准侯友宜要开下去 为什么 趁侯友宜必要侯友宜命 就是郭台铭现在状况 郭台铭最近有几个迹象非常明确 第一个江湖上都知道 他的团队在扩边 他的团队在扩边 我这样讲很讲 你没有选举人 你不需要团队嘛 你为什么要扩边 他要做智库服选 七十几个立委 是这是团队在扩边 第二个 他的行程变密集 6月21号去南投 6月22号去苗栗 这叫什么 牛鬼蛇神大巡礼 对不对 去见和胜丰 去见中东景 去见李文斌 叫牛鬼蛇神大巡礼 所以行程变密集 第三个最明显的 上礼拜 他在他自己脸上写一个 叫做政策放大镜 政见放大镜 政见放大镜 谈什么 他的能源政策 他认为合一合二要重启 合三要演绎 提政见 你没有选举人 你提什么政见 比如李正浩退选 我提政见吗 还在永和上心菜 不可能嘛 就是你退选 为什么要提政见 政见是候选人的 才要做的事情嘛 所以你看三个吉祥 一团队扩别 二行程变密集 三开始提政见 这东西都是 郭台铭要独立参选 或是给侯友宜 做压力测试的起手势 所以郭台铭做这些动作 很明显 要给侯友宜 施加极限压力 第四个最大关键 他的头号 陈玉珍站出来 做一个防砖条款15% 对不对 而且陈玉珍说 如果党当一讲15% 他认为侯友宜民调 马上就会崩到15% 所以说这件事情 都是在释放出 换侯的一个风 氛围 一个风气嘛 所以你看这个局看起来 郭台铭对侯友宜来说是步步禁弊 国民党这个东西是希望可以稳住侯友宜的盘 那民进党是以鼓励代替责骂 希望侯友宜也可以稳住 我们不要给侯友宜太多的责骂 尽可能的呵护侯友宜这个小鸡 让他能够继续带领国民党 所以你看整个局 我认为啦 看起来郭台铭在旁边虎视担当 而且可能性很大 解救瑞德哥 看得出来喔 郭台铭在旁边给的压力实在非常大 所以今天侯友宜讲出了一句心来的话 他说没讲到好朋友啦 我侯友宜我的好朋友啊 你郭台铭有你自己的条件 但无论是这个局势这样看起来 朱立伦跳来帮侯友宜 也只能成为刚才郑浩所说的 稳住蓝军的基本盘 他根本突破不了太多的民调 侯友宜今天在桃源 面对媒体在访问他有关于 那么郭台铭可能的动向 还有就是有关于陈一真 所提出来15%的防钻条款的时候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 那么他们的朋友之间可能会有交集 侯友宜讲的没有错 可问题是郭台铭所见的朋友里面呢 有你侯友宜见不到的朋友吗 我见你的 何顺峰你见得到吗 南投县议长 他是最讲义气的 他在国民党朱立伦提名 这个等于征召侯友宜的以后 一个小时立刻宣布退出 这个等于国民党 请郭到底 请问你见得到吗 我就不懂 我不懂你侯友宜到底在搞什么鬼 做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 我请问你张荣卫你见到了吗 我请问你严清彪你见到了吗 都没有啊 这些地方 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跟民进党不一样 民进党派系是党内的派系 可能全国性的 国民党的派系是 每个地方每个地方 就是一个地方的相关的地盘 他们的地盘就是这么大 还有刚刚正好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没有错了 议长副议长 地方派系的一部分 但是县长也很重要啊 国民党现在的县市首长呢 是大于侯友宜的 你没有办法反驳我吧 每个县市首长都大于这个人侯友宜的嘛 但是共产党也曾经有一句话叫 人前手拉手背后下毒手啊 也曾经这样 他跟你握手 你来访问我 然后呢 嘴巴上说团结团结 朱立伦到今天还在讲团结 什么样的人要讲团结 就是不团结的人嘛 你已经不团结 朱立伦从他当选主席到现在 每一天都在讲团结 所以国民党每一天都不团结 他够不顶挡 从马英九到现在通通不团结嘛 我请问你 侯友宜总有一天必须到这个花林去吧 花林现场谁 徐正卫 谁的太太 不是傅坤奇的太太吗 你是怎么对傅坤奇的 傅坤奇跟你是怎么水火不容的 你到了花林的时候 难道徐正卫要说不跟你团结 难道要说不跟你手拉手喊动论 难道要说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不团结 不会嘛 但问题拉完手了以后 喊一喊以后 然后呢 后面照刺你 然后呢 现在县市首长愿意帮你 大家现在都在观望 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 台中市长卢秀燕平心而论 如果他去当侯友宜的护手的话 如果啦 那当然会背负两个六都的市长 一起这个落跑的骂名 但是呢 如果他去了以后 他是女性 他是外省 然后紧接而来 他又是中部地区 得中部的得天下嘛 他事实上是侯友宜的父母 可是问题是 他从头到尾拒绝到尾嘛 对不对 他一直说嘛 他会当一个妈妈市长 在家里顾家嘛 从头到尾你来 我招待你啊 但侯友宜也是没有去搭甲山南宫嘛 你也是没有见到这个 等于说那个言清标嘛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开透多少 人家能够用多大的能量去帮你 所以这个就是侯友宜自己的问题 还有今天去桃园的时候呢 那么朱立仁用一个故事来鼓励这个侯友宜啦 意思就是说 今天也到场的桃园市长张善政 他去年到桃园的时候 选情也不好啊 后来也是当选啊 讲到重点了 请问一下张善政后来为什么可以扭转 他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选情啊 除了民进党这边有所谓林志坚论文事件之外 弄了整个党这样乱七八糟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张善政去桃园市议会要去拜见议长 邱毅胜是吃闭门羹的 对 请问吃了一次闭门羹 人家就第二次就不来了吗 没有 人家接二连三反见 我在坐那边等都没有关系 最后还送他一个东方美人茶 俗称碰红爹 可是人家还是继续嘛 继续了以后邱毅胜感动啦 他有诚意嘛 是才协助他嘛 请问你侯友宜三顾茅庐的没有 连茅厕都没有 我想坦白的 何胜丰他是怎么对待何胜丰的 何胜丰他竟然打电话给南投县长 那么许舒华 跟他讲说麻烦他跟何议长讲一下 有空他到南投去的时候会去拜访 各位一个多月啦 一个多月啦 从新北到南投 你在你就算骑脚踏车都到了吧 一个多月都见不到人 他是南投不是南非耶 你知道吗 南投不是南非 你到现在都还没去 都还没有去拜访嘛 何胜丰人家跟谁在一起 跟郭台铭一起嘛 现场有谁 现场有南投县长许舒华 现场有国民党五党级议员 现场有这些政府 这个等于说主席乡政 相关的代表会主席嘛 这些都是战斗团队 这些都是选举团队嘛 你还看不懂啊 当然讲好听是说 因为郭董为南投的农民贡献很多 你还看不懂吗 刚刚事实上 那么这个郑浩讲 直接挑明了讲啦 那么现在郭台铭的 这个相关的智囊里面呢 还包括马铭九时代的政务官都在里面 就要顾问 而且顾问越来越多 他花了那么多国民党的人 然后紧接而来 我跟你讲 山雨欲来 丰满楼 我现在听到的是 他们在静候723 当你侯友宜的民调 如果真的万一打到了 跌到了15% 你还打死不退的时候 今天朱立仁跟你讲说 我就打死不退 我就打死不退 跟呼应这个 等于说侯友宜的说法嘛 不会换人嘛 好 你就不要换 你最好不要换 你跌到15%的时候呢 你都不要换哦 最好不要换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串联 我告诉各位 你以为联署很困难啊 联署对别人可能很困难 对郭台铭跟这些地方派系 而且是议长包挂 我们也听到议销嘛 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礼拜一侯友宜去的一个场合 可能会有一些人 挺郭人士 会给他洗面拍摄 下礼拜一侯友宜去的地方 挺郭人给他洗面 会给他洗面 会给他拍摄 我们看看会不会发生嘛 下礼拜一嘛 然后紧接二来 他们都磨刀过后 在等8月 我都开玩笑说 823炮战 两四栋巨炮 准备突然间 砰就打过去了嘛 换人是吧 你以为他是假的 那个山羽越来 丰满楼的那个气氛 越来越浓啊 很久没有打电话 给我的这个等于说 立挺郭台铭的 这些盟事 突然间就跟我联络了 他们全部都动起来了 基层都动起来了 动起来程度 比你好友宜 下乡区的程度 还要大十倍啊 那个能量 是没有 大家以前没有看过的 如果我请问大家 如果郭台铭 完全没有动心 这些旁边 这些做这个动作干什么 动作越来越大了 做这些动作干什么 我请问大家嘛 他现在参选的机会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么当然这个朱立仁说 他曾经给我们承诺 这句话四年前 马英九也讲过 马英九也讲过 只不过那时候 那个那时候的郭台铭 在最后的一刻 选择了 退出国民党 通骂一顿这样而已 但是这次对郭台铭来讲 没有以后啦 我讲坦白 失去这一次 没有以后 那么郭台铭参选是 民进党现在最不想看到 我们讲台白的啦 我们这边评论要讲事实嘛 没有错啦 所以现在大家保住 像保育类动物一样 一定要保护这个侯友宜啊 你也呵护侯友宜开始了 民调不能拿低 跟正好一样啊 民调不能拿低 我跟各位说 柯文哲的民调是虚的 他是倒三角形 什么意思 他最重要的 最大的能量是在上面 就柯文哲一个人 他为什么能够民调上去 那个什么2933的民调 都是虚的 他基本的民调保持在 22到25左右 这是有的 但是呢 超过25上 为什么会虚 第一个当然是侯友宜 击落不振 然后一再表现不好 在政大也好 包括台大也好 那么表现不好 然后呢 紧接而来 又在处理幼儿园事件 让这个中间选民 跟妇女票的跑掉 所以他一直往下跌 那么事实上 另外一个关键 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在郭台铭的身上 如果郭台铭 我不管郭台铭 会不会被这个 国民党换掉 他变成郭台铭征召 那或者是郭台铭独立参选 我告诉你 只要他一出来 马上从柯文哲这边 一半跑回来 跑到 跑到郭台铭这边 所以邱玉成说 如果郭台铭八成会参选 如果他真的参选的话 侯友的民调 一定跌破15% 我告诉你 如果 为什么 郭台铭不是这么强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现在有呈现的是 有一部分是 对侯不满 对猪不满 然后呢 可是他们又不会投给赖清德 所以这些人的感情投注 你砰就往那边去了 你看韩粉的动向就知道了 你看韩粉直播组的动向都知道 到今天韩粉的直播组 上面的那些都还在嘲笑 都还在骂侯友谊嘛 这些他们现在是 其实他是失去一个方向 但就不甘心 当这个等于如果郭台铭这样子 我们这样讲了 砰的开了一枪以后 这些人会回来 而这些人会回来以后 那么柯文哲跟他的民众党 就会暴跌 那当然他还是有 他基本的支持者 比如年轻人 不过在这边告诉大家 就是说很多人都来讲说 哎呀怎么办啊 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 年轻人超过50% 你也帮帮忙 拜托你好不好 你在担心 说柯文哲的年轻人 支持度超过50%的同时 拜托你回去看历史好不好 2013年12月 所做的民调就告诉你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51%就是年轻人 柯文哲从以前到现在 请问他什么时候 不是年轻人支持率 第一的政治人物 但有政治人物 那有点阅率那么高 又有什么用 柯文哲这么高的点阅率 四年前他能够赢过 这个韩国瑜吗 韩国瑜的点阅率 那是吓死人的 随便是捐个血 随便是理个头 随便去做一个什么事 几十万上百万 砰的就出来了 柯文哲那时候 遇到对手 他怎么会 他连韩国瑜都比不上嘛 但是想想韩国瑜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所以呢 现在站在民进党立场 绝对不能让国民党 换掉侯友宜 侯友宜要拱着 要客户着 要拉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希望细卡多 但是侯友宜又不能太弱 侯友宜争气一点啊 没有想到你那么弱嘛 对不对 到今天去桃园 还在讲那些废话 还在讲那些 听起来我讲坦白的了 不要说年轻人 我听了以后都觉得 你能不能换个台词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要带往哪个方向 带中华民国往哪个方向 不然你就勇敢的讲说 他今天连两岸一家人 全部都讲出来了嘛 比两岸一家亲还那个 是家人的 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家人的 开玩笑 不是一家亲 没有错嘛 所以朱立伦讲的没有错嘛 说明年的战 明年的选举是这个 家人 跟这个所谓的仇人的战争嘛 什么叫家人 各位 你们选 你们选民进党就对了 这是家人嘛 因为台湾人 每个人对吧 要顾自己的 顾自己这一块嘛 你怎么会把天天军机军舰 越过海峡中间 要消灭台湾的这个仇人 当做自己的家人吗 人前手拉手 背后下毒手 共三洞就是这块人 请教寇姐 今天侯委员讲的这句话 真的让我们都觉得 原来国民党里面 情形就是如此 因为各有各的好朋友啊 那他就跟朱立伦一边嘛 那郭台铭自己一边 所以基本上 现在这两个人压力非常大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办法 把这个民调拉起来的话 到时候是郭台铭 同时吃掉朱立伦 吃掉侯友宜 甚至吃掉可能跟这些人很好的 县市长们 国民党是彻底崩盘的 侯友宜现在没有好朋友 他只有利益相连的朱立伦团队而已 因为朱立伦提名了他 但是朱立伦一方面呢 把他自己的人脉呢 让侯友宜去拜会 比方这些县市首长 多半都是朱立伦当时提名 而且在整个的 2022的地方选举当中 那个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朱立伦应该心里也明白吧 但是他主要去拉这个不成才的 这个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所以民调下跌 很多的原因并不在朱立伦 现在开的药方当中啊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产品不好嘛 他自己的表现太差 那已经差到就是 各个年龄阶层的人都认为 他根本不配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然后呢揭穿这个局面的 是你们蓝音的人啊 刘家昌好吧 够这个大咖了 然后你们架面那些小鸡 一个个的在那里 咬自己的这个党里的人 一点就想不上的样子 一开始说 讲的那样子就不像 就是会输的 我又为什么要团结 然后最近还在讲 那罗志强这个 是第一个要做这个 政党轮替大联盟的 更别讲其他人 陈于珍都已经说要防砖条款了 结果这个主席不是说 我当主席要开会 然后对这一次的选举 对于要倒这个侯友宜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建立一些制度规则嘛 如果你是真的要帮侯友宜 你真的觉得侯友宜打得下去的话 你应该赶快召开什么中常会临时 什么什么会议 赶快把这个规定给列出来啊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有样学样呢 对不对 现在陈于珍的知名度多高啊 而且陈于珍根本没有选情危机 那你今天要做的是 你已经这个提防已经破了好几个口 那你就要把这个口给堵住啊 他不是他没堵这个口 然后自己想办法 又去用弄其他的这个破口 让侯友宜没有办法面对 这个各种挑战 什么叫做侯友宜讲话 大家都听不懂耶 然后他说这个每个人都有好友 他是因为郭台铭去找他的好朋友 郭台铭的好朋友啊 又是中东井又是什么的 人家记者这样问他嘛 那郭台铭有好朋友 那郭台铭的好朋友 跟你的好朋友是冲突的 因为郭台铭把这些人找走了 你就没有这些好朋友 这些好朋友就不是你 国民党候选人的支持者 人家在问真的是 人家在问ABC 你在打波波摸摸 现在市场上面 不管是年轻人或是 你知道昨天端午节 很多聚餐你知道吗 我听我朋友说端午节的聚餐 如果谈到政治 大部分讲就是这个人 就是我问A你打B跟C 简直是稀有动物 现在的那个侯友宜的差 已经变成 因为他这种差法 跟过去是没有出现过的 然后你朱立伦没发现吗 你现在还叫各县市首长 跟他他一起 各县市首长 谁跟他站在一起 谁倒霉 我告诉你 朱立伦主席在树立一个模范赛 就是说今天来到桃园 接下来他到台中也好 别的县市也好 首长一定要出来给我 那就是你叫那个侯友宜 给他一个salon pass 不要讲话 侯友宜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要放了假 离开了新北市 他要去跟人家讲话 他就出错嘛 那除非你这样做 那这样做也只能维持 不管你到什么20% 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国民党跟侯友宜 一起下罪 现在很多人是看穿了 你国民党 已经就是这个 没有穿西衣的国王 是这么的清楚了 而且有些人已经指出来 而且指出来这些人 不是为了国民党的大局 也不是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 他只是为了他个人的选情 这些现在出来讲话的这些人 都是这样 你被大家都看得透透透了 你的国民党跟着他一起下罪 所以朱立伦还居然说 人家不要长别人的威风 那你就承认了那是别人的威风 那你有没有解决问题呢 朱立伦又解决问题吗 他有好好的去找郭台铭谈吗 没有吧 你身为一个国民党的主席 你要化解这些问题 当年李登辉总统 我记得那个很早 你们大概都不记得的 那个主流非主流战争的时候 比现在严重一百倍 那李登辉要提名李文处 然后有好几组人马要打他 人家是花什么办法 人家是把这个各种情报收集起来 然后各个突破 找出解方 一个一个的来解决 结果现在不是 现在都空中放话 你有诚意吗 朱立伦是坐在自己的党中央办公室里面 喊人家郭台铭跟他团结 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那些 什么徐晓星 罗志强这些人 你有打电话吗 你有请他们来开会吗 国民党这个党跟侯友 已经就是土石流要全面崩溃之前的各种的小地震 各种的这个暴雨 各种的这个影响这个环境的状况都已经出现了 还在那边一副这个生平的状况 你觉得其他人为什么不讲话 所以从上个礼拜 郭台铭找张荣卫 昨天找 前天找的是何胜丰 昨天找的是中东景 这些人其实都是当时朱立伦所说的牛鬼蛇神 所以这些人根本要挽回也挽回不回来 因为朱立伦已经让这些牛鬼蛇神跟他脱钩 已经施僵野马了 但是我是觉得朱立伦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如果要放下身段跟这些人来重新建立关系 是可能的 你知道一个党的主席是多么的有他的权力上的制衡跟高度 那你要做一个好主席 你要像赖清德那样 赖清德从上任之后 他就是光明正大什么三支箭改革也不怕呀 那个排黑条款涉及到的特定人物 那个反作用力他难道没想到吗 一直到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性贫案件 性骚扰案件哪一件事情他不是放在桌子上面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我来承担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阳光的一个主席 有自己行使自己主席权力对全党负责的主席 朱立伦干的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忙什么呀 这些人不要骗我啦 我跑新闻那么久 从李登外时代这些议长 这些议长不容易摆平吗 骗人太容易摆平了 只是你没有做吗 他为什么没有做我不知道 要不然就是懒惰 要不然就是看到那个侯友宜变成那个 如此的不堪他心内暗爽 没有真心诚意帮他复选 就是这样 那你真正的这个 我要还要劝告一下这个 郭台铭董上 我觉得他继续这样拜访下去 继续这样子放话下去 他会消耗他自己的 你要选你就赶快宣布 你要站出来快点站出来 你这样继续这样下去 就会削弱就会削弱 慢慢你就会发现了 赖清德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啦 这个是我观察多年的民主的看法 但是对于朱立伦 为什么今天这个态度 我觉得朱立伦 他在整个的这个 侯友宜的坠落的过程里面 他也同时带动了国民党的被消灭 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觉醒 要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像过去大家知道的 就他真的可能是卧底的 到现在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卧底的 靳言那你要不要跳船 那不会啦 这个我讲真的 民调起起伏伏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候选人本身 大家一直在讲说 主席应该要帮侯市长处理什么什么 但是我讲真的 过去大家也在讲说 他们两个有一点状况 那今天主席代表说 我代表侯友宜来跟你谈什么什么 谈完之后会不会回去候选人不认账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关键在于说候选人本身自己要拿出态度 你看侯市长现在各大媒体的民调 呈现一个数字就是说 他的支持度比国民党的支持度还要低 所以这看见一个状况就是说 侯友宜现在本身 他连蓝营的支持者 自己都还没有办法凝聚 所以这个是战略面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战略是什么 战术是什么 战法是什么 你现在要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你战略设定错误的时候 包含你在议题上你要怎么去攻击 你要怎么防守 你都是进退失措 所以说才会现在呈现在民调上面 现在连蓝营的基本盘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大家可能还记忆有心 这个是2022年 1月的时候 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什么 当年这个 2021年 公投失利之后 四大公投失利之后 大家那个时候在骂主席 结果咧 后来呢在2022年1月的时候呢 赵绍康 江启成 主力人 韩国瑜 就约了一天吃饭嘛 吃饭然后后来他们就把这张照片po出来 诶 那时候po出来的时候 蓝军的士气大震啊 觉得说 诶拜托 党内就是需要这样子团结的这样子的感觉啊 问题是 总统候选人提名到现在 提名到现在 中堂会征召到现在 侯友宜有去做这件事情吗 他有讲啊 他说我跟韩市长每天保持联络 甚至是他生日的时候嘛 还有通电话 问题是大家要看到那个画面嘛 大家嘴巴上说支持 一定是支持 可是支持的力道 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我们7月23号要开全代会 全代会我相信这些人会出席 没有错啊 马总统会出席 韩国瑜可能会出席 那你最后在台上大家一定是手拉着手 问题是等到那个时候在手拉着手 来得及嘛 今天已经23号了 我上次我就预言 就是说 7月1号侯 我给的期限是7月1号 我觉得7月1号侯市长的明天 就应该要回到正常的水准 那现在看起来已经可能在第三了 我觉得好那你至少回到第二名 好不好 回到第二名 然后看起来往好的发展走 为什么 你如果在7月23之前 如果7月1号民调还没拉起来 你到7月23全代会之前 你有大概三个礼拜 两到三个礼拜的事件 那个时候不仅是侯市长本人 包含整个党 全党上下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 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我国民党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提的候选人是第三名 大家在讲说什么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换柱 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换柱不换柱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有意识到 换了一定死 现在大家想办法扛也要扛柱 而且 上一次有换柱的问题是 主要政党 主要候选人就是两个吧 就民进党跟国民党 可是这次有一个因素是 科文哲 大家不要忘记 国民党的选民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侯友宜 连我泛兰我都没有办法凝聚 国民党选民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民进党我投不下去 我绝对不会出外头 过去会不出外头 投票率会变低 国民党还是输 可是这一次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这些人他要有另外一个选择的可能 他可能会转去投 柯文哲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大家看到最近 连青蓝的TVBS民调 柯文哲为什么做到第一 我相信大家去街上问 他不会是第一 可是为什么在青蓝的民调里面 他可以做到第一 因为蓝营 青蓝的民调他会有这个机构效应 蓝营的选民接到TVBS的民调 可能会觉得说我比较想要回答 所以说他会把蓝营的群众的支持度 比例给放大 所以可以看见柯文哲在TVBS的这个民调 他做到第一 蓝营落下去的原因就是在于说 蓝营的选民自己对蓝营本身 确实都有一些疑虑了 大家对于你过去期待 你过去民意支持度那么高 你厚厚做的事情可以 你可能市政做得好 蓝绿同吃 可是你现在要选总统了 绿营的基本盘回归到民进党去了 中间年轻可能 他没有柯文哲这个选择 那蓝营剩什么 可能只剩蓝营 可是不好意思 蓝营对于你过去岁月静好 独善其成这些种种 又耿耿于怀在心里 这个不是只有韩粉 还是支持郭台铭的人 我讲的是支持国民党的群众 因为我们自己在第一线嘛 确实 讲到我们自己去年 我自己在新北市选举 去年侯友宜的选举状况是怎样 根本 顺风顺水啊 拜托 所有人都想要拜托他来站台 连这个我们民进党的对手 都不敢去骂他 对不对 反正只要你上 我也上就好了 可是 问题不是这样 你现在回归 你要选总统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战略面的问题 你的战略设定错误 比如说你现在光要 凝聚蓝银的选民 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 我觉得侯市长现在 我觉得首要之急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他要道歉 为什么 他要跟过去这些 他的这些种种化解道歉 然后他要把态度拿出来 让蓝银的选民觉得说 对过去我好像忽略了 我们党内同志 跟支持者的这样子的感受 但是现在国家需要我 党需要我 真正要我来参选总统 我会把这些过去的事情来修补 然后我会把未来的态度给拿出来 我觉得他要先让大家觉得 心理上舒服 大家先把过去的这个成见放下之后 才有可能开始会认同他 甚至是支持他 我觉得这是他首先要做 那另外当然你自己 要谦虚嘛 团队要扩边嘛 海纳百川嘛 这个状况我们谈过很多次 大家都想要帮忙 很多人都愿意帮忙 可是你要 对不对 你跌倒了 你手要伸出来 让人家拉你一把 不然如果人手伸过去 然后你还把人家手拨开的话 大家想救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团队扩边 这个也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那最后当然很重要就是 政策方向 你要展现你有治国的能力 总统的格局嘛 这个样子要展现出来 民众还会觉得说 哦 你有班嘛 你有这个承担起大任的 这样子的感觉 大家才有可能会支持你啊 所以我觉得 侯市长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 那我为什么说 这个很急着要做 因为就我讲的 我觉得723是死线哦 723全代会上面 如果没有办法凝聚出 所有的这些党代表 什么到时候都会来 对不对 党代表啊 立法委员啊 甚至县市首长 全部都会来 你没有在这办法 在这上面凝造一种 万众一心的感觉 是真的万众一心哦 不是只是表面上 炎炎的那种万众一心 是真正的万众一心的感觉 就是说侯友宜有机会赢 我们党内就是要团结 这样子感觉的话 接下来的选战 真的会非常难倒 傑民哥问题是 用道歉的方式 这种柔软的方式 他挡得过最近 郭董这么多连去 积极出声的这个趋势吗 明明这个国民党 已经把好友谊推出来 对不对 那理论上 今天郭台铭到 这个南投议会 你觉得许舒华该出现吗 许舒华不该出现了 他是属于县长 哎人家到 对没有错嘛 他是朱立伦那边的吧 没错 你应该是县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你之前 大家不是提到吗 这个我们说张三镇 开第一枪嘛 是大团结嘛 以后各个县市长 都应该到团结啊 哎对不起哦 许舒华就出现在 和胜丰的旁边 听郭台铭讲 哎这个画面多惊悚 看到侯友谊 我这样子 侯友谊连和胜丰都见不到 我就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哦 5月17号 因为现在说嘛 县市长要站出来 支持侯友谊嘛 那我们直接解释嘛 因为这些县市长 到底怎么说嘛 5月17号 是不是提名了这个侯友谊 马上有记者 就去嘟麦 嘟给谁呢 侯友谊的好朋友 张化县长王惠美 哎这个好吧 开玩笑 当时在这个全台湾 辅选的时候 王惠美是侯友谊 第一个去拜访的哦 第一个去拜访 第二是宜兰县长嘛 就王惠美说什么事情呢 他回答一句话说 我是会全力帮忙啦 不过张化县哦 还是要看那个梁姐弟啦 直接讲要看那个梁姐弟啦 知道谁吧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他这个我们说的 议长跟这个立法委员嘛 结果呢 这个议长是怎么说的 议长直接摆明 今天话说 阿民 那是我的兄弟啦 我们这样讲哦 你王惠美应该要支持 侯友谊对 他没有说要支持 他说应该给帮忙 但是你要去找那个议长 就议长说什么 阿民是我的兄弟啦 好就更精彩了 更精彩在这一段 王惠美不是说 请议长一定要帮忙 这个侯友谊吗 然后就那个姐弟的问题嘛 结果你知道后来选完 不是是侯友谊出现的吗 马上这个记者就去问了这个谢点凌吗 说那你要不要支持这个侯友谊呢 他讲一句话说 选完了 我要好好休息 接下来一切事情交给朱立伦 懂了吧 就是侯友谊去 王惠美是侯友谊最好朋友 王惠美说要找谢点凌 谢点凌说你要找朱立伦 朱立伦应该去找王惠美啊 有找吗 没有嘛 讲这个就很有趣了 所以第一个 许舒嬅不见了嘛 第二王惠美丢给谢点凌嘛 他讲白了 你要去搞定谢点凌 谢点凌讲白了 你要去搞定朱立伦 谢点凌只是没有讲 我跟阿民是好朋友 好我们继续把这个镜头 再拉到了这个中东景 我觉得这个最精彩 你知道在这个选举过程 在初选的时候 请问一下 侯友谊有去找这个中东景吗 没有 他不见他吧 没有嘛 就是没有初选前没有嘛 但是哎 中东景跟郭台铭闭门谈 你要知道这闭门谈 谈什么东西最可怕 理论上你侯友谊看到 郭台铭跟中东景闭门会议的话 你选完要不要跟中东景 避免会议啊 没有哎 他们是到了杨文科的这个现场 中东景还好心好意 介绍一个立法委当主委 然后呢 这个就是张启臣嘛 结果你还记得画面吗 好远就带着脸笑 理论上你应该把中东景 拉到一个房间你十分钟嘛 如果郭台铭跟中东景十分钟 你至少二十分钟啊 所以中东景的态度如何 心里明白嘛 我们再讲一下杨文科 一句话结束 你去见杨文科 说杨文科叫杨科长 再说一遍 你见杨文科 你说杨文科叫杨科长 杨文科犯的事情怎么办 我记得新竹县 这个湖口園 这个生命園区 还有那个什么 520的建案 天坑一堆了 好那刚才想说 那我们就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人嘛 叫张立善嘛 张立善总是会帮忙嘛 结果呢张立善去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张荣卫 没有 人家记者问说 为什么张荣卫没出来 张立善怎么回答 侯市长今天来是市政交流 人家都是你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你去的时候 当然要以总统候选人规格来接待 结果搞了半天 他说一句话说 这是市长的拜访 市政拜访 所以不用张荣卫 就张荣卫见了韩国瑜 张荣卫见了郭台铭 张荣卫见了朱立喃 就见不到你侯友宜 那还有谁可以见他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谈 好叫谢国梁 可以吧 谢国梁总是OK吧 对不起啊 来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不是谢国梁要不要见侯友宜的问题 现在是侯友宜敢不敢去见谢国梁的问题 他不敢见他 为什么 因为谢国梁47.1 是所有非六都里面排名最烂的一个市长 他的民调满意度很低 谁会拉坏他 你去见谢国梁 结果下面喊 哥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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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是毒药是不是 你叫韩国瑜怎么办 叫侯友怎么办 好了 那我们谈到这件事情 你说他真的会道歉吗 来我们讲一个实际的问题 那一次他去卢秀燕 因为还有卢秀燕没谈到 卢秀燕是真的很给面子 就把文化局长什么都来了 但他见了这个白派红派 黑派这个严宽恒是有来啊 但是那个邀请啊 你好歹 好 我觉得这件事就很奇怪 严清彪不来 结果你公告周知 说那个餐会呢 有邀请严清彪 但严清彪不来 这什么意思 打脸他嘛 你就不要讲嘛 严清彪没有来 不要说嘛 结果上面讲一句话说 有我们才会找的严清彪严清彪不来 还不想光我没办法 所以然后接下来你知道 我觉得当然那个内局 卢秀燕真的做的体体面面 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县市长里面 除了张善政 因为朱立仁关系 跟侯友宜有合体啊 还算是四平八稳啊 但我说这全县市里面啊 真的卢秀燕真的最 他是最有那个就是最帮忙的 好但是问题来了 你知道前面帮完了 最后一句话最重要 就是你要走了嘛 那个一天的行程完了 侯友宜可以回去的时候 这时候卢秀燕说什么 他直接说 这个他用卢字啊 他就说侯友宜呢会 如来如喝 好所以我 卢秀燕继续在台中当好妈妈 你经过一整天的铺牌哦 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会如来如喝 我做台中的好妈妈 那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就朱立伦角度来看 他真的只有张善政 除了张善政之外 他真的没报啊 那我这么说一句话 今天这个罗志强 已经开始开第一枪了嘛 这件事是大事 理论上要集体灭火 我如果是侯友宜 我立刻派幕僚跟罗志强见面 大家聊一聊 听罗志强对我的建议 就逼的是什么 罗志强致此之后 不再上媒体 只要碰到这个 那当然现在只剩许晓星 比较大声 那许晓星没有对侯友宜 有任何一句话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还是回到这个数字 太可怕了 好 这个最新的民调 国民党60%支持侯友宜 支持侯友宜 20%支持柯文哲 我们直接讲白了 那叫3比1 对不对 因为20%的国民党不见了嘛 3比1不是25% 是3比1 那如果任何的改变的话 会不会起来 这不是不可能啊 侯友宜都可以从30掉了18 柯文哲从14到28 请问一下柯文哲 多的是14% 哪里来的 就是侯友宜宋的 你觉得侯友宜宜 现在直血了吗 连言宽 你去了这个台中 你就算爬也要爬到 你算算见不到言清標 你至少去镇南宫上个香 他也不愿意 所以刚才讲道歉 怎么可能 你叫侯友宜宜 瞒都没有 美姐 我们刚从很多来宾说法 当中很明显 国民党现在县市首长 应该分两派了 一派就是跟郭台铭好 另外一派表面上跟侯友宜好 但事实上他都在等 如果侯友宜真的被换掉之后 就马上堆向郭台铭那一边 国民党现在的局势似乎就是这样 我先讲 我的判断其实跟郑浩比较像 我觉得第一个 我认为接下来侯友宜 应该可以初步制选 他有可能在15%到20%之间 不是没有机会上到20% 有点吃力 但是呢可能18%是有可能初步止血的 为什么你看嘛 最近有没有在持续扩大失血 没有 朱立伦出手 朱立伦为什么出手 朱立伦非常清楚 不能换猴 换猴国民党只有更死 他自己对他自己先对他自己来讲 当年换柱是他这一生 可能最大的耻辱的印记 他在国民党人往那么差 跟他当初的换柱 绝对有绝对的关系 现在都几月了六月 你如果七月份七月下旬 你再换猴 你谁上 郭台铭上吗 好 郭台铭第一 那时候还没有恢复党籍的问题 还没有恢复党籍 第一个 第二个请问一下 郭台铭 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被检验到的 我们只说郭台铭最近讲的 两岸和平宣言 阿娘会怕死人 中共军机整天在那边扰台 全世界已经全世界构足一个 对抗中共极权大同盟 你要去两岸关起门来搞和平协议 我请问你 你没有逆国际潮流 你会不会让台湾人民吓死 当年还没有反送中 当年马英九要讲和平协议的时候 还没有反送中 还没有一大堆事情 你看看现在 有反送中的事情 有中共对台湾的这样横加的打压 有那么多的军机 压迫演习等等 你认为这个时候 再跟你讲个两岸和平宣言 真的严格检释下去 真的它代表国民党 国民党还有多少活路 我都非常的怀疑 因为郭台铭还没有被检验 那更不要说他其他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传言等等的 那到时候他真的成为候选人 会不会浮上台面 我觉得郭董可能自己会去想到这一点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为什么他现在不管说是 做出来的样子 我就是要卯足了剑 来帮侯友宜 或者说讲说绝对没有换侯的事情 甚至于现在党记都有说出来 不准邀请柯文哲站台 然后呢 这个呢 包括一些事情 他说要挂棋看板 喝照看板 早就应该严肃挡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侯友宜初步止血 15%到20%之间是有可能的 只要止住这个血 那基本上换侯的声音 大概就不会那么大 你不先求稳 你怎么求好 你总先止住吧 对不对 最近比较像个样子嘛 朱立伦出来确实就个示范赛嘛 但是我必须要讲 侯友宜怎么止住 从两个角度来讲 这里面包括党主席本身 包括朱立伦本身 包括这个侯友宜本身 朱立伦刚刚从叩姐所讲的 朱立伦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现在刚开始严明党记 OK这个是对的 但是有些动动你要阻止嘛 还有什么报备以后 除非地方党部除非什么同意 可以去跟柯文哲同台 哪有这个事情 你应该区隔退代 就是严格不行 包括什么 以前郑浩批评韩国瑜 开除党籍 对不对 现在陈玉珍可以讲15% 这个许晓星可以大力的讲说什么 谁要团结在不会赢的人底下 你这些都应该禁止啊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对政党有忠诚度啊 你就应该立威啊 朱主席没有帮侯友宜亲离战场 我觉得应该要更立威一点 我听说啦 听说罗志强为什么那个 什么政党轮替大联盟 后来他这个停止了 为什么突然间断掉 听说朱立伦亲自打电话跟罗志强讲 你要搞是不是撤销你的提名 党主席的权柄在这边啊 这罗志强闭嘴啊 我认为这个传言相当可信啊 那你朱立伦就像扣姐讲的 你要不要赶快订出一个规则出来 坦白说啦 这些小鸡们都撤销提名 看哪个敢叫 你们越叫侯友宜就越虚嘛 就是这样子嘛 而且哪有对政党提名 能这么不忠诚的 我说真的民进党当年痛苦的经验什么 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 多少人跟柯文哲没来演去 没有严肃党计啊 结果结果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姚文字变成第三名 然后呢选票很难看 因为大家尤其那个时候开票 就好像投不上了 就转投柯文哲也有蛮多这种票 还有议员也不好嘛 因为整个士气是低落的嘛 政党奋计都没有 所以你区别对待 对柯文哲就是不假辞辞 我要严肃党计 拿出政党主席的样子 堵那个漏洞 可是对郭台铭你不可以 为什么 郭台铭第一 长期国民党大金主 第二 郭台铭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 你朱立委員有没有对他不公平 很多人为他名不平啊 所以你要低姿态啊 包括第一个侯友宜 你是当事人啊 不管是你明的也好 暗的也好 你甚至作秀都好 你就要学张善政啊 你要奔到郭台铭的家 求见而不可得 负金请罪都没有关系 我问你一次两次三次 明义的天秤同情票当的边去 所以侯友有讲啊 我透过很多人的关系 谁要你靠过管道啊 没有回应他做过好多 侯友宜 他很无奈啊 侯友宜你无奈什么 你傲慢什么 你第三名啊 你傲慢什么啊 你不要透过管道 你就亲自去 一次去不成 两次去不成 三次去不成 我告诉你 三次如果郭台铭都不见你 我认为国民党支持者 都会替你心疼 你知道吗 台湾人是同情弱者的 你诚意都摆出来 张胜政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吗 那你朱立伦 你对人家当初有没有不公平 你要不要也有一次来陪同侯友宜呢 侯友宜先走 你党主席再陪同他一次 可以吧 再来朱立伦请你学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怎么当党主席的 我告诉你赖清德民调上来第一炮是什么 是蔡培会难投补选那一眼 6比4的基本盘 怎么赢的 赖清德陪着蔡培会每一个乡镇 上山下乡的努力的去选 创造奇迹啊 赖清德整个民调 整个民调自己也上来了吗 蔡培会也上了吗 你朱立伦昨天才一场示范赛够吗 不够 你要有成绩至少六都先赔好不好 我跟你讲军警这些都是基本盘嘛 都是侯友宜本身自己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背景嘛 你只要这些基本盘先出来 你先安内嘛 你才能攘外嘛 你安内里头你的核心的 本来就属于你比较铁的 你要先安住嘛 所以这个当然要做嘛 然后六都市长朱立伦讲对了 你要善用你地方执政的优势嘛 党主席陪着去 我问你哪个县市长敢不见你 面子要给 本来面子就要给啊 肇事大会 亲人大会上线 全都尴尬了 这不就要做的吗 好 第三点我要讲 侯友宜最大的还是你候选人本身你意志 你能力嘛 你条件的问题 你态度的问题嘛 侯友宜 这个时候我要不爱护他了 这个叫爱之深则之切啦 侯友宜本身你自己要好好检讨 第一个 长期国政方面的问题 你确实不足 我也不要求你速成班 你很困难 咬一下伯母好吗 我听那天姚立明老师在一个自媒体节目讲 他说2014年有帮他了 刚开始也发现说侯友宜怎么这样 说话人家问他什么政策 他很容易闹开了 后来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吗 主要的问题一题一题写答案叫他背 OK 可以学啊 你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侯友宜现在就是没做功课 没做功课嘛 功课虽然千头万绪 你找几个重要议题 比如说你这边讲绿能 郭台铭也在讲这个东西 一定会碰到的 好 你能源政策你可以背一些标准答案吧 你自己学郭台铭0到6岁国家养 对不对 这些比如说这个托育政策怎么样 0到6岁国家养 你怎么把它细致话 你可以背吧 对不对 很多重要的议题 你都可以自己先准备 你可以创造议题啊 你背好了你主动出招不行吗 你至少可以这些东西 重要的先拿出来 重点提甘怯令 够到这里有够多了吗 有了 再来一点 请你台铭要够 刚刚静言讲道歉 对 我觉得他除了跟深南的选民道歉之外 跟LINE的选民道歉以外 你要不要跟新北市民道歉啊 你要耶 你今天不是总统候选而言 你是新北市长耶 你从NN案到治安的问题 开了66枪 到这个有关于 好这最近的未要案 请问你 你有一声道歉吗 你有给我们个真相吗 我们看到从头到尾 你就是推卸责任给中央 你就是把他化成成一个政治斗争 结果民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认为未要案不满意他的全部 各年龄阶层都超过一半以上 你不应该为这些事情道歉吗 你如果更有感受一下 我说实话 那如果我做我 我拼下去 我先稳住我会怎么干 我把未要案的事情 全部处理反必表示我的负责 我就请辞新北市长 我背水一战嘛 我告诉你 我保证你民调一定高 对不对 你高了以后我请问你啊 这些所谓的扭鬼蛇神的议长 你如果表现出诚意会不见你吗 如果你表现出你很好的态度出来 你如果比如说你的民调上来的话 甚至现实的 如果蓝英的支持者都归对 他们不支持你都会给压力 郭台铃铃铛 你不怕手要做红胎 柯文哲分不到你 郭台铃就算要出来 你如果做出姿态道歉 你民调又高 郭台铃又说当初说要支持你 你觉得郭台铃还选得下去吗 所以一切问题就在侯主两个人本身 你们要不要拿出诚意 拿出态度 然后见急履急 拿出实力出来 侯友宜市长的选情真的很危险 我们看到包括像徐晓星 包括罗志强 这些人其实都之前就有讲过 你就选不上啊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勒 而且很明白他们希望柯文哲 能够帮他们选情里面拉台 正好朱立伦的确 其实已经有发 就是所谓的已经宣示了 就是你们不可以跟他同台 然后我要你们来跟侯友宜合照 到时候你们必须po出的是 跟侯友宜一起的这个合照的看板 来做宣传 但问题是 他用这样下令的方式 小鸡们为了自己的选情 真的一定要配合吗 没在跟你信道嘛 有时候就直接讲嘛 不然你撤销我征召嘛 老梁回去当议员的啊 没有一定要选的耶 你撤销徐晓星征召啊 你有种就提名废洪泰啊 对不对 换提名废洪泰啊 就这些小鸡没在理你嘛 真的没有在理你 状况是这样 这些小鸡的脚底我当然懂嘛 什么叫当然懂 他们要选赢是1对1 1对1要51%才可以上 你以为是PK的 PK版吧 啊我的母鸡只有18% 啊我差33%怎么去 那我温戏也 温戏嘛 所以我柯文哲这边要拉一点 我郭董这边要蹭一点 侯友宜这边蹭一点 蒋万蹭一点 卢修彦蹭一点 就是对于这些小鸡来说 他是要去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当然以他们的状况来说 当然要各自求生存嘛 在各自求生存的状况之下 你当然母鸡就不会 只有所谓的所谓那个侯友宜嘛 那现在国民党出烂招 说强迫跟侯友宜一定要挂合照 对我不知道这害侯友宜 还是帮侯友宜耶 这你挂的不甘不愿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是小鸡来说话 我今天挂蒋万会加分 挂卢修彦会加分 挂侯友宜可能扣分 那最后怎么办 侯友宜那张合照 就放在最小巷子里面最小块 随便挂一下 这有挂就好嘛 然后拍照回报嘛 对不对 那对于大张大陆 那都是钱耶 大陆口可能三五万一个月 小陆口可能是支持者欧安耶 对不对 那我都三五万挂一个我跟侯友宜 我随便都四五三四十%的支持度 比如说以许小熙再松懈 一定有 我挂个十八%的 谁搞谁嘛 那不可能会这样 所以正好讲出 真正好的解决方式哦 我一样跟你合照 我也挂 挂那个小巷子里面 然后挂小张一点的 搞不好有人弄布条 对不对 还有这个海报 对不对 面子 多的是挂得到我有选举过 因为对选举人来说 这都是钱 这很务实 我举例哦 比如说以中和来说 大陆口就那三五个嘛 以内府来说 就成功路的圆环嘛 那个成功路的圆环 到底往旁边挂 侯友宜还是讲话安 这个有差的耶 大陆口人那么多 一定要关到最重要 最有效果的 那侯友宜党规定要挂怎么办呢 我挂到这个南港 那个旧社区里面的小巷子里面 就可以吧 开个叫回报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你跟候选人抓这样有意思吗 赖清德的民调早就已经 多少候选人抢了跟赖清德挂 这是一个 我在想第二个我亲身的经历 母鸡够立的时候 哪需要党中央强迫 2018年那时候韩国人不是很猛吗 选到最后两个月的时候 全台湾我不夸张 全台湾要选市议员的都想跟韩国人逛 没有时间一个个合照怎么办 最后 最后 在友台录影的时候 韩国人在友台录影 就是很挺他那个电台录影的时候 协调 录完影 开一个棚 两个小时让大家来听开韩国人照 无论怎么样就是跟你合照 对 然后那个多少人你知道吗 从棚排到电梯都在排 都是民意代表 排不完耶 排不完啊 中南部上来的 有台中上来的啊 有桃园上来 新竹上来的啊 一路就是为了抢那三十秒 一分钟跟韩国人合照 你母鸡强的时候是这种状况嘛 母鸡弱的时候是强迫你合照 我给你还有下一招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